很多粉丝留言想看成光和珍采 今天我们就讲讲他们的故事 1991年珍采把中信笔引进国内 一举成为行业龙头 八年后成光诞生 是要与珍采一争高下 可成光一个初创企业 哪是珍采的对手啊 于是成光决定走颜值路线 先后推出米菲成光小子 甚至还搞出个孔庙起伏笔 我这笔可是庙里开过光的 一考一个准 引来了无数学生真想抢购 珍采一看这是要砸场子呀 赶紧推出金榜状元红笔 不就是好招头吗我也有 还引进了国外的华丽新技术 我珍采要质量有质量 要颜值有颜值 可不叫你成光 总看不中用 而成光对此并不care 而是趁真采不注意 冒足了进发展 通过拜访各地的经销商 搭建起了自己的销售网络 还让文具店的老板 都换上了成光文具的招牌 这一下真采彻底坐不住了 赶紧也拉拢自家的老客户 来来来都挂我的招牌 还在城市里开启了旗舰店 但这已经拦不住成光了 成光把文具装进棚车 开进山村 不但绕农村的学生 都用上成光文具 还把成光的名气打了出去 小树罗也是村村村的网上掌 一举超越真采 成为行业老大 关注我看品牌背后的故事